中美贸易战针对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 看中国2018年7月28日讯,经过数个回合的你来我往,中国普通民众对于美、中两国贸易战的实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7月25日结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之间的会谈,达成了努力实现贸易临关税的共识。 美欧之间的贸易纠纷将因此迎刃而解,而在此之前,欧盟和日本之间已经达成类似的协议。 虽然这些与中国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国际贸易谈判的进展,都为理解美中贸易纠纷提供了新注解。 美中贸易纠纷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川普认为它起源于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公平贸易,尤其是中国采取政府补贴,扶植国有企业,放任侵犯知识产权, 对外资设置种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等不公平政策。 所有这些政策,损害了美国生产者的利益,也帮助形成了美中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 他认为,对美国的贸易战事实上早已经开始,现在美国所做的不过是自卫反击而已。 中国官员口中的美中染过贸易纠纷,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们认为这场贸易纠纷源于川普的反全球化立场,美中贸易战是一场反对和捍卫经济全球化的斗争, 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对中国产品的加税打响了美中贸易战的第一枪。 美国的做法是在逆全球化历史潮流而动,非正义的, 而中国则在进行一场捍卫全球化的正义斗争, 并且因此而正在成为全球化的领导力量。 川普新的贸易政策似乎树敌不少, 他不仅针对中国产品征税, 也威胁要对欧洲、日本、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产品征税。 许多人认为,暂且不谈川普的立场是否有理, 他至少在策略上犯了错误, 他不该村村点火, 互互冒烟, 是自己在国际舞台上中显得十分孤立, 因为想要赢得对所有人的战争, 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形势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 美国与欧盟新达成的零关税共识, 至少有三个意义, 首先, 它证明川普并没有反对全球化, 倡导零关税分明是对真正全球化的真正推动, 其次, 反对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是美国、 欧盟、 日本等国的共识, 被孤立的不是美国, 而是中国。 第三, 川普在改变国际贸易现状方面的突破, 也凸显了过去美国对华随境政策的荒谬和危害。 现在真正应该感到为难的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显然不愿意跟进美国、 欧盟等提出的进口产品零关税, 取消政府补贴, 不再扶植国有企业, 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 因为这样一来, 中国的所谓制度优势就会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面前请客把解。 但是不这样做, 那一副大意凛然的全球化的捍卫者和引领者的形象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在美国、欧盟之间的协议达成之后, 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 不约而同地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谴责美国, 不过这一次强调的重点已经不是全球化了, 而是指责美国企图破坏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 他们说, 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 尤其是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不公平贸易行为是为了瓦解中国的基本制度, 而这个基本制度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不容侵犯。 原来, 中共在贸易问题上拒绝向美国妥协, 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他们念念不忘的那个一党专制的基本制度, 这个制度的核心在于保证执政党和政府官员最大限度的对经济运行进行控制。 他们不惜通过损害外国厂商, 中国私有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 来保护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 这个特权阶层的集中代表就是所谓的党中央。 中国曾经有人, 轻蔑而形象地称之为当中央。 川普与中共正面交锋的这场贸易战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但是有一点似乎越来越确定,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明白, 政府在这场贸易纠纷中最看重的所谓国家核心利益, 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它只不过是极为丑陋的当中央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站出来, 表示出对那块遮羞布及其背后的当中央的极度厌恶, 并希望它彻底地从中国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